俄罗斯的人口因为二战的关系 呈现出男少女多的状况 即便是80年过去了 这样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善 男少女多让很多俄罗斯女性 中其一生都只能一个人过活 从未得到过爱情的滋润 这对于男性人口 远远多于女性人口的中国来说 无异于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面对这样的现实 加上中俄近几十年的良好关系 以及地缘因素 俄罗斯政府通过很多的措施 来鼓励中俄通婚 然而效果却很一般 遭到了许多中国男人的反对 其中的原因令人忍俊不禁 喜欢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 这样既能查看往期视频 也不会错过最新视频 俄罗斯鼓励中俄通婚 但大部分人难以接受 不外乎这几点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在不断推进 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伙伴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中国国际地位在不断同时 各国也都想和中国建立起友好的邦交关系 文化经济领域频繁交流 跨国婚姻在中国也变成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与我国比邻 该国姑娘皮肤白皙 才高挑 但就外貌而言 大多数中国小伙是更愿意去俄罗斯美女为妻 虽然俄罗斯政府也在大力支持中俄跨国婚姻 但大部分中国小伙依然会觉得俄罗斯美女身上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 那为什么中国小伙不愿接受中俄跨国婚姻? 俄罗斯无疑是世界上最缺男子国家之一 受二战影响 苏联曾牺牲大量青年 官方死亡人数为2400万 虽然目前俄罗斯的总人口为1.5亿 但该国女性数量依然要比该国男性数量高出1200万 悬殊的男女比例 让俄罗斯男性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俄罗斯女性的社会地位 随之在俄罗斯便出现了以下几种普遍情况 一、多位俄罗斯美女共同追求同一位俄罗斯男子 二、特别花心的俄罗斯男子家庭责任感不强 他们在婚后不懂得如何尊重妻子 三、很多俄罗斯姑娘到了20岁依然还没有 反观我国 男女比例却正好与俄罗斯相反 俄罗斯政府一直将该国美女视为一种珍惜资源 既然如此 那俄罗斯政府为何还要大力支持中俄通婚呢? 这是因为俄罗斯虽然土地广袤 地大物博 但人口却十分稀少 目前该国面临的现状是 男少女多 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衡 众所周知 俄罗斯经济长期低迷 为了振兴经济 俄罗斯政府便想利用该国美女引进各国人才 增加人口数量 促进经济发展 换言之 俄罗斯政府大力支持 中俄跨国婚姻不是支持该国美女远嫁中国 而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小虎能够入赘俄罗斯 俄罗斯政府希望入赘而来的中国小虎 以及中国小伙和俄罗斯姑娘所生的孩子能够加入俄罗斯国籍 在俄罗斯长期定居 俄罗斯政府希望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 将基于科技 工业 建筑 农业 中国人才不开不想 中国小伙家庭观念极重 他们愿意到俄罗斯打工学习 却不愿意远离父母 长期生活在俄罗斯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绝大多数中国小伙才会不愿意接受中俄跨国婚姻 中国小伙只愿意将俄罗斯美女娶到中国 而不想成为俄罗斯的上门女婿 作为世界上盛产美女的国度之一 俄罗斯美女无疑是久父盛名的 俄罗斯姑娘大多五官精致 皮肤白皙 身材高挑 暧昧之心人皆有之 中国小伙子怎么会对俄罗斯美女不动心呢 其次 俄罗斯姑娘性格 思想独立 他们在物质方面 不会对中国小伙提出过分要求 比如面对自己喜欢的中国小伙 俄罗斯姑娘 不会像中国姑娘那样问对方 你有多大的房子 你开什么车 你有多少存款 俄罗斯姑娘 更加重看的是二人是否真心喜欢彼此 一旦俄罗斯姑娘觉得 小伙是真心喜欢彼此 那么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嫁给中国小伙 换言之 比起中国姑娘 俄罗斯姑娘不但不物质 他们还更看重双方感情 取这样的俄罗斯姑娘为妻 无疑也降低了中国小伙的生活压力 当然 事情有好的一面 就会有不好的一面 虽然俄罗斯政府极度希望通过跨国婚姻的方式 引进中国人才 但依然会有无数看重感情的俄罗斯美女 远赴中国嫁给中国小伙 但出生成长在两个不同国家的人 彼此长期共同语言 文化还有差异 他们的婚姻注定将会很难维系 打个比方 中国妻子生 育后会在家坐一段时间月子 这是中国的传统习俗 而俄罗斯妻子会在刚生育后 造成劳动喝冰水 这是俄罗斯的传统习俗 对于刚出生的孩子 中国小伙的父母会反复叮嘱儿子 而习千万不要让孩子着凉 寿风一定要给孩子包裹得严严实事 而俄罗斯人却习惯让刚出生的孩子洗冰浴 用冰雪擦拭孩子的全自动 正巧俄罗斯人认为 洗过冰浴的孩子长大后身体会更加强壮 这就是两国文化上的差异 俄罗斯姑娘可以因为喜欢中国小伙儿 远嫁中国 但彼此间的文化差异是依然存在的 很言之 中国小伙可以将外表美丽 性格耿直的俄罗斯美女 也信家门 但却不会认同俄罗斯文化 这就是中国小伙 不愿接受中俄跨国婚姻的原因之一 俄罗斯姑娘身上的三大缺点一 俄罗斯姑娘体位重大多数俄罗斯姑娘 属于欧罗巴人种 该人种最显著的外貌特征 皮肤白体 毛重 眼眶深邃 鼻梁坚挺 嘴唇薄皮尾中 头发已卷曲的 红黄颜色为主 因此 比起黄种姑娘 俄罗斯姑娘身上的汗腺 无疑是要发达许多 由于俄罗斯绝大部分地区 常年被冰雪覆盖 气温极度寒冷 所以四姑娘的饮食结构便是以肉食 牛奶 糖类为主 俄罗斯姑娘本就汉线十分发达 再加上独特的饮食习惯 这就会让他们的体位变得集中 这便是中国小伙 不接受中俄跨国婚姻的另一个原因 二 生活方式不同 俄罗斯姑娘固执倔强 虽然比起俄罗斯姑娘 大多数中国姑娘要物质一些 但婚后的中国姑娘 却更愿意继续参加工作 而大多数俄罗斯姑娘 只不愿意婚后继续参加工作 她们更愿意婚后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长期身在异国他乡 文化存在差异 语言交流有障碍 这就会让俄罗斯姑娘感到十分孤独 特别依赖中国丈夫 一边是忙于事业的中国 一边是极度依赖中国丈夫的俄罗斯妻子 一旦中国丈夫疏忽冷落了俄罗斯妻子 性格固执 倔强的俄罗斯姑娘 就会和中国丈夫爆发巨大的矛盾 又有哪个中国小伙 愿意去性格一直强势 时时和自己争吵的姑娘为妻呢 这是中国如果不接受 中俄跨国婚姻的另一个原因 三 俄罗斯姑娘衰老的比中国姑娘 绝大多数俄罗斯姑娘 都是身材高挑 皮肤白皙 但成婚后的她们 却比中国姑娘衰老的快 俄罗斯姑娘之所以会比中国姑娘衰老的快 是因为她们独特的生活习惯与饮食习惯 婚后在家当家庭主妇 缺乏运动同时 长期大量食用肉食 乃制品甜食 随之身材高挑 容貌美丽的俄罗斯姑娘成婚后不久身体就会发福 没有一个丈夫会不在意妻子的容貌身材 昔日中国小伙有多喜 容貌美丽的俄罗斯姑娘 婚后面对中的大妈身材的俄罗斯 其中国小伙就会有多应 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小伙 不接受中俄跨国婚姻的根本原因 激情婚姻抵不过现实 所有完美地婚姻都需要建立在物质基础 大多数中国小伙之所以会娶俄罗斯姑娘为妻 是因为他们在俄罗斯学习 打工 旅游期间 曾对俄罗斯姑娘一见钟情 笔者将这种婚姻称之为激情婚姻 虽然激情婚姻更注重双方的感情 但这种婚姻却缺乏经济物质基础 随便会带来一种情况 远嫁 中国的俄罗斯姑娘婚后不愿意参加工作 他们更愿意在家当一名家庭主妇 而挣钱养家的重任 就全部都由中国政府承担 一边是人生地不熟 文化有差异 交流有障碍 对中国丈夫极度依赖的俄罗斯 西边是为家庭而繁忙的中国丈夫 二人激情结婚过后 经济拮据的现实就会成为激垮 他们婚姻的最大矛盾 这也是中国小伙 不接受中俄跨国婚姻的原因之一 传统的观念 让中国小伙不愿接受俄罗斯姑娘 大多数中国小伙 都有些大男子主义 他们更喜欢小鸟依人 温柔贤惠的妻子 虽然俄罗斯姑娘欣赏中国小伙顾家 尊重妻子的一面 但俄罗斯的传统观念 却让他们更欣赏人高马大 身材壮硕的男子 这是一位俄罗斯人 深入骨髓的民族情节 崇拜强者 下面咱们来看看2017年公布的 中俄两国人民平均身高数据 2017年 中国男子身高平均值为168.1厘米 中国女子身高平均值为156.2厘米 该年俄罗斯男子身高平均值173.20 俄罗斯女子身高平均值为164.60 2017年公布的两国人民身高数据 透露出一个问题 大多数俄罗斯姑娘给不了中国小伙小鸟依人 温柔贤惠妻子 同时 有着这样身高的中国新活 也不符合俄罗斯姑娘人高马大 身材壮硕的择偶标准 这就是说 虽然中国男性认可俄罗斯女性的容貌 但俄罗斯女性的身高 却不符合中国男性娶妻应该小鸟依人 温柔贤惠的传统观念 这也是中国小伙 不接受中俄跨国婚姻的又一原因 六 家庭观念不同 教育理念不同 俄罗斯人认为 成婚后独自组建家庭的夫妻 不应该再和父母一起生活 这就是说 在俄罗斯姑娘的认知里 是没有婆媳观念存在的 他们觉得丈夫是独属于自己的婆婆 不应该再干涉自己的生活 显然这与中国丈夫的传统家庭观念背道而驰 因此 中国小伙不愿意接受中俄跨国婚姻 也是因为他们怕自己无法调和婆媳关系 此外 中俄跨国夫妻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打个比方 两个孩子发生矛盾打架 中国夫妻最关心孩子有没有受伤 然后再教育自家孩子 而俄罗斯母亲知道孩子打架后 会先问孩子有没有打赢 如果孩子打输了 俄罗斯母亲会责备孩子软弱 让孩子再打一次 这就是中俄两国在教育理念上存在的分歧 爱情在多数情况下不然是根据喜好而定的 但是婚姻却丝毫不能存在这一情况 如若不然 那就如同中国男人娶了俄罗斯女人一样 一旦在婚后才发现对方身上存在的缺点 那别说能跟对方恩爱如初了 能跟对方保持和睦相处的状态 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不过这也并不代表着绝对 做任何事情前都能提前考虑和考察清楚 别因为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 而稀里糊涂地将他们娶回来 却又在对他们有了深入了解后 选择跟他们分道扬镳 所以说 爱情虽然是美好的 不过婚姻却是一辈子的事情 需要认真对待 感谢观看